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里头藏着最新技术 全世界仅5台占3平大 市值近4亿的机械手臂 从温控培养商拿出细胞 一天100万次实验就考这一台 短短3秒就能投下1536种药物 好让我研究员能够找出抗癌关键成分 中营院的机器手臂疑似 可以计算出1500多种药物的效果 透过明暗程度 相对应的数据也会自动产生 癌细胞上还有糖抗原 广根治癌症向前跨大一步 人类严寿的关键因子如今也被发掘 有哪一些东西让它吃的 就会活得更久更健康 那就想到线虫 因为线虫的这个长寿基因被发现之后 也被发现是类似人的长寿基因 小小医和培养病 长度约一毫米的线虫透过胃食醋 酸就能延长寿命 醋酸将成为人类严寿的下一个关键 外线舆论似乎不影响翁起会近40人团队 着手进行的研究项目 我们去这里让我们把一些维米粒子立刻给抽进这个止捕银 可惜日止捕银公开亮相 可测得依照原子单位以上病毒液子资料 开始有 但是我了解到问题在哪里 然后厘清之后我就 就不会放在心上 每天真夜到闭眼都在中医院做研究 科学精神与人生哲学两者似乎无法在翁起会身上分开 然后让时间来证明你做的是对的 这个是经常发生的 那我想你是在讲其他事情 这个我也知道你在讲什么 不过这个我都会忍耐 我会忍耐 但是我绝对没有做违背什么的事情 被关上和企业大佬走得信 关十寸只让他与诺贝尔化学长实质交臂 卸下中研院长关怀 翁起会一开始选择沉默有原因 解释对方不一定了解 这个在我们科学里头经常碰到 经常碰到 因为他想的境界跟你不一样 或者说他停留在了这个想法跟你不一样 翁起会不受外界流言蜚语 继续买手做研究 TVB的新闻刘一华刘教 太阳武道